Hello大家好,我是八九 昨天有一位台灣網友分享了 前幾天他到中國南京參加書展被拘捕的過程 那以下我就用我的話轉述一下 我是透過網上報名南京藝術書展的 並且提交了要賣的書、內容預覽以及價格等資訊 在2024年的4月份啊,我拿到了參展通知 在此之前啊,我也參加過廣州跟深圳舉辦的活動 禮拜四就是部展的日子了 主辦方在群組裡面告知大家 等等會有文宣部的來檢查審查內容 只要沒經過中國出版的書籍啊,就不要擺出來了 時間來到禮拜五下午一點多 看展的人漸漸變多了 審查單位文宣部的人也走了差不多 但是啊,不到半個小時 看見了七到八名不太像是一般民眾的人 把我的書籍啊,一頁一頁的給拍下來 我告知他們,請不要拍照 他們反問我啊,你這本書的內容都是啥呢? 意識到不對勁,馬上把我的攝影書籍給收起來 但是啊,他們已經請公安要把我帶走啦 那我堅持在沒有主辦方的人到場之前啊 我是不會跟你走的 結果公安恐嚇我 而後主辦方派人來陪同我 那些怪怪的人啊,也把我們都叫去旁邊的角落 大聲的吼斥著恐嚇我們 讓我們乖乖配合 聯絡到了當地派出所之後啊 馬上把我帶回住宿的飯店搜了個一遍 主辦方還說最親啊,有可能會拘役你七天喔 此時我的手機還沒有被沒收檢查 身旁的友人提醒我,趕快把手機可能的敏感內容 會讓中共不滿意的內容都給刪除了 隨後連同主辦方都被帶去了派出所 並且行政拘留我24小時 以涉及傳播污秽圖片為由啊 沒收我的手機 並且要我留下手機密碼 檢查我手機內容 而且還對我上銬 脫光我的衣物檢查 並且對我拍了犯人照片 這些完成之後呢 馬上我就做了筆錄 在做筆錄的過程啊 我已經被不同約六名公安問話了 重複問我是怎麼入境中國的啊 怎麼拿到這些書籍的啊 拍這些書籍有什麼目的呢? 為什麼還要特別來南京參展啊? 你的興趣向又是什麼呢? 家庭成員啊,資料還有什麼? 問完之後呢 我又被關回玻璃屋房間 裡面關著不同的人們 又有著非常濃厚的尿騷味 環境相當的惡劣啊 一直到了十二點多 我被釋放出來 攤位上的東西全部都給沒收了 原本以為我會被轉送到監獄七天 但公安跟我說啊 因為我的東西也沒有很多啦 就把我給放了 我一直非常害怕 這次事情啊 會讓我出不了中國 那非常感謝主辦方 以及友人一路上的幫忙 在外面等我 而現在的我 已經踏回台灣的土地上了 我覺得好幸運出身於此 以上啊,是這位台灣人最近的親身經歷 這就是中國好民主、中國好自由 我只相信我看到的 雖然這些大家肯定會不太了解 欸,是什麼書籍會被抓? 為什麼一個主辦方舉辦的書展 對吧?主辦方已經同意了 還有公安部的、還有黨支部的人來審查 裡面的內容呢? 我就去看了這名台灣網友的作品 他是在拍攝南南寫真的 那這個就是幫中共寫地的人說的啊 中共尊重性取向 中共尊重別人的性別自我認同 尊重創作自由 尊重LGBTQ 而這個書展是藝術書展 人體寫真 沒有太過於裸露的內容 在任何國家來說 也是可以參加藝術書展的 只要主辦方說OK 而這個不僅僅是主辦方說OK還不能 你還要被審查單位的人給審查 在中國所有的法條和憲法都只是參考 要怎麼執行是當權者說的算 法條越是模糊越好 當這個法條越模糊 那就是執法的人說的算 我們可以看到一堆粉紅翻牆 有的被抓 有的沒有被抓 那些沒有被抓的人就會說 你看我們沒有被抓 所以中共是沒有防火牆的 中共國是非常民主自由的 有沒有很像一些人的論調 我在中國說這些沒有被抓 所以中國很自由了 今天哪怕美國的書展 有這種寫真或是習近平思想獨本 是被允許的對不對 因為在美國你買得到 你也看得到習近平思想獨本嘛 請問中共是在怕什麼 請問在你們中國書展可以看到 我們這些台灣為什麼要是一個國家 為什麼台灣被中共欺負 可以看到這種書嗎 連一個寫真中共都懼怕成這樣 還問人家性取向 關你屁事 我們可以看到這張圖片是什麼呢 中共的防童大講堂 而下面還有位深圳的網友回覆留言說 去年在深圳有看到您的作品 當時並沒有覺得有任何的不妥或是違法的內容 這就是我說的 中共當權者認為你有違法你就違法 認為你巡訓之事你就巡訓之事 認為你煽動分裂國家你就是煽動分裂國家 我今天哪怕在台灣或是在美國你舉辦一個書展 退一萬步來說 你拿不一樣的書來展 警察都沒有理由把你帶走 還把你全身脫光檢查 沒有任何理由 只要主辦方同意 但凡你只要被中共認為你還有利用價值 那我非常歡迎你說台灣是一個國家 來證明咱們中國是非常自由的 那我也不敢動你 我們像是黃仁勳啊 黃仁勳他說過非常多次 台灣是一個國家 對嗎 那為什麼中共官方不敢大動干戈的罵他 通常來說只有藝人 甚至政府官員或是一些小有名氣 但是沒有像黃仁勳那麼厲害的企業家 說出台灣是一個國家 你在中國絕對沒有市場 中共還會說什麼你顛倒黑白啊 誰敢分裂台灣誰就是中國人民的敵人 對嗎 為什麼黃仁勳講這個話沒事呢 因為中共需要黃仁勳 中共離不開黃仁勳這些科技巨頭的產業 還有相關產品 那這也是為什麼鍾明勳在中國啊 可以說什麼台獨可以表達台獨言論 他不會被抓 而為什麼李明哲等六位在中國 只要有什麼港獨言論啊 台獨言論啊 或是做人權運動 他們會被抓 因為他們做的這個是可以撼動到共產黨 而他們做這些的目的 是要讓中國人覺醒並且反共 而中共現在的統戰套路是 從第三方的廠商給你業配嘛 對吧 第三方抖內也OK啊 他們也不會白癡到 我直接用政府單位跟你接觸對吧 也不會當你的面一直提什麼 你為什麼要台獨啊 台灣是中國 不會啦 因為提了你心裡也會不開心 因為我們現在大部分的人 就是認同台灣是一個國家 不管叫中華民國是台灣對吧 所以他們也知道嘛 那他要統戰你 他怎麼還會講出你維新的話呢 但是他們現階段要你看到的就是 你看中國高樓大廈啊 中國是不是被那些外國媒體都 渲染了 你在街上看不到有人維權對吧 你在街上看不到爛尾樓對吧 嘿 你在中國是不是看不到那些 流亡海外的中國人說 哼怎麼樣怎麼樣不自由 怎麼樣怎麼樣不民主對不對 而你自然而然的 就不會去關注到中共幹的迫事 因為你從來也不曾關心過 像是紅十字總會 當年到納粹集中營參觀的時候 他們還發表文書啊說 我沒有看到任何的迫害啊 猶太人在這個城市裡面 在這個小鎮 在這個新特區裡面 生活是非常的棒啊 封衣足食還有任何的教育系統 還有跳舞唱歌 甚至比那個周邊一般 德國民眾捷克民眾人的生活 還好很多誒 證明德國是又要幫助猶太人民族的 提高他們的工作能力的對吧 是一個很好的師範區呢 而納粹當時也利用少部分 有名氣的猶太人啊 讓他們吃好的做好的 平時真的不會去打壓你們 也不會讓你看到我在打壓你的同胞 絕對我不會讓你看到 他們會把這些區隔開來 自然而然有一些啊 利益薰心或是比較腦 腦波比較弱的猶太人 就反而會去幫納粹護航 反什麼納粹很好啊 對吧 那當然啦 我也不認同這個 我是德國的一部分 我是德國的人 但納粹還不錯嘛 那其他人說要反納粹的時候 你就會跳出來 幹嘛要反納粹啊還不錯啊 你反納粹就會有戰爭 我們就不和平了哦 大家有沒有覺得很耳熟能詳 這就是我說的有利用價值的笨蛋嘛 拜託啊 你們以為的統戰是 哦 我是中共黨支部的人 我給你錢 來你說這是統一哦 這20年前的操作手段啦 這是韓國人台灣表妹為什麼會失敗 懂不懂 新統戰它是一個 循勛漸進的心靈控制 但我們台灣人認為 中共不是壞的 可以談哦 它是可以相處的 那它後面操作的空間那就大 你以為是一步到位的哦 台灣是中國了 來給你錢說 人家現在的妥協是為了將來消滅你 你把中共的黨史拜託看懂好嗎 我們都知道 要把中共跟中國分開來看 而相信我 我也是分得最清楚 所以我在海外 這麼多的中國有人 每當我到了海外 就有一堆的反共中國有人來幫助 而最不分開的 恰恰就是中國共產黨 因為只要中共有需求 它在宗教企業學校 醫院裡面的黨支部 黨委支部 都會出來統一思想 而中華人民共和國 是一個沒有國家軍隊化的國家 對不對 最高指揮軍隊的 叫做中國共產黨軍委主席 所以鄧小平為什麼 當年比國家主席還大 然後可以動用軍隊去鎮壓八九六四 為什麼毛澤東比劉少奇大 比那些這個黨的總書記 比這個國家領導人都大 因為毛澤東是軍委主席 他可以調用軍隊 在哪一個正常的憲政民主國家 軍隊是聽黨的 沒有對不對 目前只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嘛 還有一些中東的一些國家 還有朝鮮嘛 所以拜託大家 你只要去中國工作旅遊遊玩 請先搞清楚前提 中共不是一個正常的憲政民主國家 如果你把在中國看到的一切 想成跟歐美日韓台灣是一樣的前提去看的話 那你很多的結論都會總結錯誤 因為那就是他想讓你看見的 他不想讓你看見的就會跟六四一樣 你在中國境內是看不見的 是不能被公開討論 為什麼我說過我喜歡中國的五聲音階音律 為什麼我喜歡古中國傳統文化的這個建築風格 我去過中國 我舅舅也去過中國當台商 雖然被鐵拳S了啦 為什麼我在海外一堆中國的朋友 為什麼後台數據有很多海外的中國觀眾 但是為什麼不會有大部分的群體說 欸我去過中國啊 我也覺得中國的音樂很美 而我89舔共 為什麼他們不會這麼說呢 那不就很簡單嘛 因為我們反共嘛 我們都知道中國一些表面的東西 是中共讓我們看見的 而不去關注內在的什麼鋼筋水泥啊 這個樓梯有沒有鋼筋啊 對吧 不去關注下水道防洪波啊 為什麼一個小小的青台就淹成這樣 不去關注人權議題啊 不去關注爛尾樓銀行爆雷啊 不去關注為什麼中國各家銀行 負債80%到90%之間 不去關注為什麼中美貿易戰之後 中國經濟急速下滑 為什麼中國官方數據 我們看那個經貿成長 是比美國快的 因為你不知道中共是怎麼修改 去年跟前年的總GDP嘛 你不知道中共是怎麼篡改 當地的前幾年的GDP嘛 各省的 你也不知道中共是怎麼印鈔票 放水給央器國企的 這些你都不知道 因為你根本就不會去做功課 你也不會去研究 因為這些你去旅遊你也看不到 你必須去鑽研它的數據 然後從各不同的海關數據啊 中國的經貿數據啊 中國的銀行數據 分析交叉分析 你才可以得出這個結論 這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得到的 而大家也不會有心想要去研究這個 所以中共把這些錢流入國企央器 我們可以看到的GDP那個投資成長 還是有的啊對吧 這就是原因啊 而這些錢 它很少流入民間企業 所以還是在通縮嘛 中國去年印鈔的總和 是比歐美還來得多 正常來說 這個錢如果流入民間會通膨 那為什麼它還是通縮呢 而你們看到的是什麼 現在好像什麼俄羅斯啊 還有南美洲一些國家 甚至中東一些國家啊 開始可以用人民幣結算這個 中國的買賣外匯的東西嘛 但你不知道是 人家有一個但書前提哦 你要先確保 我能馬上兌換成美元為基礎 所以人家最後還是會換成美元 那如果不換成美元的呢 下次我跟你交易的時候 我把你的人民幣賣還給你 那這樣你覺得中國那些印鈔的通脹 最終會不會再留回中國 這些都是你旅遊看不到了 只有做功課跟接觸 逃離中共體制的那些人 或是被破壞的人 去跟他們交流 聽他們分享 他們被破壞的故事影片照片 你才知道中共有多壞 大家對中共的經濟 那些假象如果有興趣的 你們可以去看什麼 小翠時政財經之類的頻道 你們可以去看一下 他以前也是在裡面幹過的 中共國七月開始 就要實施隨機抽查手機 跟電腦的法令哦 無條件無理哦 只要你不信的被他抽查到 不信哦 不是說他每個人都會檢查哦 只要你今天是那個萬里挑一 你被抽查到 不好意思 你手機或是你的雲端 你的聯動 你的社交平台 他找到一條支持香港 光復香港了 反共的 罵習近平的 諷刺中共的梗圖 8964的 你哪怕是讚揚日本 還是什麼 你到過靖國神社去拍照 這些等等的敏感圖片吃會 你馬上就被抓 看他想不想辦你而已 誰知道中共的標準是什麼 每天都在變 誰能想到 今年小粉 連自家的農夫三潛水都可以抵制 然後說他反華呢 所以真的 不要再拍那些影片去誤導 他們哪天被抓了 你要用你的生命去跟他換嗎 你要去擔保嗎 今天的影片到這裡結束 喜歡記得訂閱我 不過現在記得一定要把我封鎖 我是白小小星星的 掰